一起陪长荣空服罢工晚会 决定延期 突然取消陪空服员罢工晚会 长荣罢工第九天 劳方态度在放软 双方见了眉 何时重回谈判桌 备受瞩目 取消今天晚间的这个晚会 会不会也是希望 我们释出一点善意 让子方看到 相同也是 但是我们主要想准备明天 我们投票的心情 工会宣称 角角三宝数量突破2300份 29号及30号 工会将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罢工 虽然工会强调很有把握 但就在27号上午工会开记者会 提出退让对岸后 下午一点半 劳资双方已悄悄会面 进行非正式协商 让停止罢工露出一丝曙光 我们双方在私下协调这样子 确实有私下协调 确实有私下协调 有啊有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哦 你公关不知道哦 劳资双方难得口径一致 低调再低调 连交换部次长王国才都坦言不知情 两方有会面 但面对这一路走来 长容资方硬起来 等着劳方雷坛 工会态度明显软化 我们没有一个预期的状况 但是要预 当然还是要根据我们 投下罢工之后的投票结果 不再硬碰硬把话说死 这场台湾航空史上最长罢工 能不能和平落幕 接下来两天的投票期将是关键 解线文箱里配真小组台湾报道